大家好,我是露露 今天想和你分享简单美味的蜂蜜辣酱虾 首先来处理虾 将虾背轻轻划开 为了保留虾的形态 我这次没有切得很深 将虾仁用盐水浸泡15分钟 这是我心学的能让虾入味且多汁的小技巧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个酱汁 碗中加入辣酱 蜂蜜 米酒 黑胡椒 两半大蒜 一块生姜 分别用鸭蒜器压成泥 将所有调料混合均匀 我这里用了Harrisa辣酱 你也可以用其他辣酱代替 15分钟后倒去盐水 用厨房纸巾吸干虾仁表面的水分 使酱汁不会被水稀释 且热能不会浪费在水的加热上 倒入调好的蜂蜜辣酱 和虾仁混合均匀 再加入二分之一汤匙油 翻拌均匀后 取提前预热好的空气炸锅 喷上油喷雾 将虾仁平铺在锅中 注意不要相互重叠 用400华氏度加热5分钟即可 如果你能买到整虾 并用烧烤的方式来做 会更美味哦 这个虾可以和色拉搭配 我这里有昨天晚上准备的 黑豆玉米色拉的食材 今天只要简单调味就可以了 省时省力 将色拉铺在盘底 用勺子被压出一个平面 整齐的摆上虾仁 再撒些香菜做装饰 我们的蜂蜜辣酱虾就做好了 虾仁经过盐水泡后 吃起来多汁弹牙 鲜辣的口味能让人胃口大开 非常过瘾哦 谢谢你看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个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